就是一開始剛接觸的時候 其實也是滿害怕的 可是玩到後面 其實你就知道被抓的時候要怎麼倒 就比較不會受傷之類的 然後就會在過程中 就會發現團隊的重要性 在互補 就會覺得滿好玩的 它好玩的地方就是有點像老鷹裝小鷹 但是是小鷹可以做跟老鷹做反擊的 所以它是有點像互相搏鬥 團體的互相搏鬥那種感覺 那卡巴迪這項運動是主於東南亞 比較常在玩的一項運動 那台灣的話再去 在上一屆亞運有拿到銅牌的成績 那卡巴迪主要的規則是接觸得分 那待會的話會有選手做示範在 然後表演什麼叫做接觸得分 然後去實際演練一下 實際競賽在過程中是怎麼樣勝利 現在由藍方進攻 藍方進攻 那藍方現在過線之後要先踩第一條線 第一條線 對 第一條線 回去自己的場地才不會死掉 那他主要來 來對方的場地是要去踩得分線 或者是去摸人 那現在他都沒有接觸到人 所以他是沒有得分的 所以現在換綠方進攻 那他也要做同樣的事情 他會選擇踩第二條線 他只要單腳落地 踩到第二條線就會得分 得一分 所以他看腳對不對 腳跟手都可以 因為他這個得分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是手腳的身體任何接觸 去接觸到對方的人 再回到自己的場地就得分 就有點像鬼抓人 那他綠方剛剛有得一分 因為他踩到第二條線 單腳落地 要過線嗎 對 要過線 單腳落地 過線 輕一點 單腳落地 下來一點 那他不能阻擋嗎 他可以阻擋 他可以阻擋 現在是防守方不敢阻擋 不敢阻擋 對 怕會失更多分數 現在戰況是屬於比較保守的情況 大家還在互相試探 好 這樣有接觸得分 只要逃脫成功 回到中間的線就算得分 這個項目來自於印度 那他比較不需要什麼成本 他只需要有一個場地劃線 他就開始可以有點類似 像老鷹抓小雞的一項運動 從現場觀察 卡巴迪比賽有點像是 暴力版的老鷹抓小雞 考驗著團隊默契 跟選手身體的敏捷度 分為攻擊跟防守 而在防守的時候 選手們會手牽手 需要團隊合作 然後就是 隊員之間需要牽手 就是才能比較方便 快速移動出去或是回來 對 所以這個運動 我覺得比其他運動 就是多了一種團體 信念還有一種默契的感覺 好 防守成功 當他在踩第二條線 嘗試得分的時候 藍方是可以做抓腳的動作 去阻擋他得分 那現在是 綠方隊伍現在只剩下五個人 那得分現在要六個人以上才會有 就可能可以在一些步伐當中 然後再做一些假動作 然後比較不會的人 就是只是很匆忙的 去做一些動作 阿輝的人就可能會做一些假動作之類的 防守也是 進攻防守都是 對 進攻防守有什麼不一樣 進攻防守有什麼不一樣 進攻的時候就是你一個人過去 那防守的話就是有七個人在幫你 在這次新住民嘉年華裡面 非常貼心的提供一個 跟新住民深度相關的體育活動 透過比賽 讓大家實際體驗到 不同文化所產生的一個運動項目 這個過程反映出一種民族特性 團結 勇敢奮戰 他最早是從印度開始 然後他們以前就是把很早以前就有這個東西了 他們是把它當成一個遊戲 就像老鷹抓小器這樣 然後後來可能慢慢演變成 現在這樣子就比賽 可以有職業賽啊 這邊選手有一些是田徑項目 有一些是有玩過角力項目 對 主要都是田徑項目 這上面也有以前是足球選手 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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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這場上大部分都是從一開始就是接觸卡巴迪 從國中上來的 就是教練會帶我們做一些體能的動作 然後還有一些技術上隊形轉換 因為我們隊形轉換需要很快 就是才能不被進攻手摸到 還有一些比如說防守的技巧 就是例如抓腳 突腳 或是像剛後面那個爆腰 那一些之類的技巧動作 都是需要練很久才會可以練成這樣 像我之前是練田徑 就是田徑是比較 個人相對比較孤單 其實你在低潮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陪你度過那個低潮 必須自己想辦法度過那個低潮期 如果像是這個 像我之前就是可能防守抓不太好 然後就是有隊友都會互相鼓勵 幫忙加油打氣 然後就是可以比較快走出低潮期 然後突破自己這樣 而這樣尊重多元文化態度 也展現了台灣社會多元 包容的在地文化特質 這樣優秀的文化認同 也值得大家好好的細細品味與珍惜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